103. 《文匯報》 營起股超30家聚焦三大板塊 2015年7月27日《財經新聞》 B0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王瑞華 上市公司將陸陸續續公布業績 有上市公司已發出營起 急不及待公布上半年兩例的成績表 據本部記者統計 截至上週五 超過30隻股份已發出營起 上半年股流暢皇 令地產 金融券商及保險股等 受惠最多 三大板塊上半年業績均報值 上半年內地及本港股市暢皇 自然有利金融券商股業績 加上受惠於活港通開通 以及內地金融改革開放等 日升內地券商股 包括國泰軍安國際1788 海通國際0665 光大控股0165 南華金融0619東方網赴0430及新萬宏園 0218都發出營起 而同受惠於股市暢皇 保險板塊錄得不錯的成績 平保2318 泰保2601及新華保險 1336也先後出營起 股市暴行券商內險股部直要財政券研究部經理直要輝直言 對券商及內險股發營起並未感驚喜 因手兩季業績公布時已可推算出來 他指 內險股盈利主要是依靠兩方面 一是保費收入 二是投資收益 以上半年上證指數的走勢來看 半年內上證指數大升37.64% A. 股升勢不斷 令內險股盈利自然有所增加 為剛踏入下半年 內地股市租惡以股空A. 股增出現小股災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 此次A. 股出現的波浪會否影響下半年業績仍然之上早 但相信市場需要時間股本培源 重拾投資者信心 他認為對後市不應太擔心 他又補充 下半年業績一般是與去年下半年業績作擴年對比 因此未必會出現業績下跌的情況 但如下半年與上半年作對比 出現到退役不足為期 再勤商及保險股的營起股中 他最看好平保 溫傑指一向喜歡市值大的股份 再營起股中 平保市值大 加上業務多元化 保險 銀行服務 投資及資產管理等範疇都涉立其中 集團又有全面的金融平台 及有業務分拆的願景 加上其股值合理 因此對其未來發展有信心 樓市暢旺地產股水漲船高上半年除了股市大升之外 樓市亦相當暢旺 利福地產2183 封城0607 金地商至0535首創巨大1329 新城發展1030 萬事昌0898等地產股誓齊公布好消息 上半年樓價貧建破頂 直耀輝指 地產股盈利大增 除部分是賣樓所得的實際盈利外 還有一部分是因物業升值而錄得的非實際盈利 溫傑指 上半年本地及內地的房地產市場活躍 為未來較看好內訪版塊 他表示 剛過去的六月份 內地房地產的銷程進一步加快 連帶三、四線城市的內訪銷售都見增加 因此他對內訪前景有信心 同時特別對市值較大的內訪股份 如華潤至地1109及中國海外0688有信心 部分營起股金融圈商國泰軍安1788 南華金融0619海通國際0665 光大控股0165 東方網赴0430新萬宏園0218 頂峰6878地產利福地產2183 封城0607金地商至0535 首創巨大1329新城發展1030萬市窗 頂峰0898保險平保231 百泰寶2601 新華保險1336工業製品匯能8105 順二光能0968上海集優2345 資訊科技昂納光通訊0877海天天線8227 經訊通訊2342保健護理用品康神藥業 1681終生聯合3332家用電器及用品 新華信0833洪興印刷0450 其他行業中核工業0611 颱風0724雲頂香港0678 中化化肥0297超型國際2111高虎0263 衛生1340數據截至上週五制表 記者王遂說